考察第一天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乌鲁木齐陆港区 2013年 总书记在出访中亚民国哈萨克斯坦时 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半年之后 他在新疆考察时做出这样的展望 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起来 新疆将可能成为繁华的中心 今天 经新疆边境口岸过境的钢铁铁队 中欧班列 占到了全国开行总量的一半位上 乌鲁木齐陆港区 也成为繁忙的国际物流枢纽 在乌鲁木齐陆港区 总书记说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 新疆不再是边缘地带 而是一个核心区 一个枢纽地带 你们在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一带一路虽然有各种阻力 但是它是肯定会一望无前的 还不局限于现代这个格局 还会继续万千伸展 还会在它的枝差上 更加是它的枝繁业貌 考察期间 总书记强调 新疆要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这是发挥新疆区位优势 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现富民新疆的重要部署 非常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